为解决职场女性困境,人力银行与多位立委在立法院共同召开解决女性职场困境 企业托育制度革新公厅会,邀请民间团体、学研单位以及知名软体业者出席 针对现行托育政策通盘检视共商对策 因为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五成五受访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遭受职场不利对待 其中包括明显感受被不友善对待,以及被暗示会不利于职癌发展等 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五成五的职场女性在产后认为自己遇到了职场的不友善对待 最主要是有几点原因,包含了担心自己的工作不保 另外也很担心自己不能随意请假,甚至说自己的育婴假是没有办法请的 也有人曾经被暗示过,如果请了育婴假的话,她的绩效可能会不保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造成这些女性觉得说自己压力很大 甚至我们也调查说,大部分的职场女性如果有生小孩的话 她们自凭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只有64分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整个通膨升高,然后造成消费压力变大 另外薪资觉得还是不够高之外,还有房价也觉得太高了,买不起 这些都会造成她们的压力 好,那最后再来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政府已经将这个留职停薪的育儿津贴 已经从六成提升到了八成 虽然政府有这样的美意,不过还是需要民间的企业 一起来改善这个职场妇女的工作环境 像是比方说职场妇女最在乎的就是能不能有公时弹性的机制 让她们可以有照顾小孩子,能够调配自己的生活 然后再来呢,是说这个有关于育儿津贴的部分能不能提高 还有留职停薪的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拉长 另外还有这个育儿津贴的年限能不能也拉长 那再者是公托的名额可不可以增加 如果这些都可以做的话,或许可以提高我们的职场女性的劳参率 现场人力银行也邀请到两位职场妈妈 分享她们当初怀孕生产时面临的职场困境 因为我那时候怀孕之后 那个就有跟主管提出说我要行孕假的部分 对,然后因为没有后援 所以我必须得就是亲力亲为,照顾我的女儿这样子 然后就是等到就是想要回职场的时候 就是主管是说是没有位置的 然后你要不然就是转调就是公尺比较长的 然后因为我必须要接送小朋友 所以没办法配合她的工作 对,所以就只好就是办离职的手续 然后后来又转好其他的工作 可是算是说下班的时间 可是大家还是都还在位置上 可是我必须准时的去接小朋友下课这样 所以其实同事都会有 有一点白眼的那个感觉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有点冷嘲乐缝的感觉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是 有遇到比较好的友善的那个职场 对,然后不过就是薪水 当然是跟以前有差别这样子 然后只是说我可以准时下班 然后或者是说小朋友真的生病的话 我就可以请她然后去照顾小孩 就是只能说 然后去配合那个 我们小孩子的作息这样子 之前是因为顾虑到小孩子 家自己身体状况没有很好 那之前在早餐店上班 那环境比较宅小 老板也是怕担心说 我这样子容易会 可能会早产或者是流产的问题 所以就是也是建议我起早回家休养 那后来小孩子生完之后 就是想说自己找创业的部分 那我就比较能弹性的 去配合小孩子的一些状况 人力银行调查也透露 女性认为家庭总收入 平均每月至少要94,115元 才能够养得起孩子 除了托育问题代解 外部环境像是物价房价高涨 薪资低落等掩压的职场女性喘不过气 婴儿自贫生育后的生活满意度 平均只有64分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